交通违规与酒驾事件造成社会不安 而为了维护多数民众的人身安全以及正义原则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华联分署持续推动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以及酒驾罚缓专案 对致欠交通违规或酒驾罚缓赖帐不缴的义务人 采取强力执行 而近日就有多位义务人在华联分署强力执法后 主动缴清罚缓 交通违规与酒驾事件造成社会不安 为了维护多数民众的人身安全及正义原则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华联分署 持续推动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及酒驾罚缓专案 对于致欠交通违规或者是酒驾罚缓赖帐不缴的义务人 采取强力执行 秀林乡有一名50多岁的田姓男子 他因为闯洪灯两次导致他的驾罚被注销 没想到在去年底他还三度无照驾驶上路 此外这个田姓男子他又因为多次有违规停车 没有缴通行费没有缴燃料费被开拔 总共高达68笔 总金额将近信台币6万元 本分署受理之后 其实有多次通知他来自动缴纳 但是这个田姓男子均置之不理 那经本分署调查发现 因为这名田姓男子他名下没有任何的存款 也没有薪资收入 于是本分署有查封他名下的这个 继承而来的这个土地 那这个田姓男子他才火速自本分署 来乖乖讲清他的罚当 那另外一件这个田姓 家住这个玉里镇的田姓男子 年约大概40岁 那他的驾照先前也因为多次酒驾的关系被吊销 那没想到在去年底跟今年年初 又第四跟第五度无照 而且又这个酒驾上路被查获 那经这个花莲建里站重罚新台币 合计高达64万8千元 并且一顺强制执行 那本分署受理后调查也发现 这名这个谢姓男子 他名下没有任何的所得 也没有薪资跟存款 于是本分署呢查封 他位于这个玉里镇名下的这个农地 那这个而且本分署也原本预定 在今年的9月16号要办理现场查封 那他的家他的七旬双亲 在收到这个本分署的公文之后 因为担心这个家产被开卖 便火速至本分署来了解案情 那经协商之后呢 那个他的双亲当场缴纳这个10万元 那其他的罚款的部分呢 由他的父亲担任担保人跟武奇来缴纳 花联分署表示交通违规及酒驾行为 就像是不定时炸弹 随时威胁着民众的安全 行政执行作为是要落实 国家公权力的最后一道防线 不仅是要实现国家公法债权 也希望借由强力执行督促民众 要遵守法律规则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花联分署也呼吁民众要遵守交通规则 不要心存侥幸贪悲上路 而对于恶意欠缴罚款的义务人 花联分署也会采取强力执行措施 还给民众一条平安回家的路 借理会幻视报道